外埔区农友陈明翔原本他是从事批发事业 为不让家里的农田荒废 他从十年前开始返乡务农 因为坚持要种出安全好吃的有机米 2015年时在农会的协助下 转型成有机栽培 并且通过了有机验证 因为种出来的米口味香Q又带有甜味 让他是从2017年开始 五度的融选了全国十大有机稻米达人 相当不简单 拿起镰刀走进稻田开始除草 农友陈明翔在外埔地区有两甲多的田地 都是种植有机稻米 虽然得花费时间手工除草 产量也没有办法比冠型农法来得多 但为了要让家人吃到安心美味的有机米 才会一头栽入有机米的行列 做有机的收入不会比冠型农法的还来得好 因为冠型农法它可以喷洒化学肥料跟农药的话 相对来讲他们的产量会比较好 自己家人要吃的米就已经做有机了 而且现在我的米是交交给台中市农业局 他当做血通营养午餐粮 自己的我自己也有小孩 小孩要吃的我当然也是要让他吃有机米 陈冰翔原本从事批发事业 为了不让家里的农田荒废 他从十年前开始返乡务农 一开始是和父亲学习种到 2015年时在农会的协助下 专心成有机栽培 并通过有机验证 也因为种出来的米口味香Q又带有甜味 也让他从2017年开始 五度融选全国十大有机稻米达人 我每年都一直持续参赛是要让我们大众认为 好的有机米不仅仅在于台东跟花莲 在我们台中外埔这边也有一样 有好品质的有机米 这五年在中的当时都每年度都十大有机达人 我觉得很荣幸 因为联系五次的话 全国好像只有一个还是两个 它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有家人的支持 让陈明翔在有机农业的道路上坚持不懈 而他也希望未来能够透过更多的行销推广 让台中外埔的优质有机豪米 能够被更多人看见 接着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